大家好 有话也问到了 单单用麦饭时摘种兰花可不可行? 其实呢 用麦饭时单单摘种兰花的话呢 是不可行的 最好在里面添加凉料是比较好的 所以麦饭时呢 是一种对生物糊涂的一种植料 就是对植物没有任何的伤害的 它也是一种很好的养花植料 它呢 有一定的生物活性 复合矿物 还有呢 要用岩石成分的 单单使用 给它摘种兰花的话呢 恐怕养分不够的 最好呢 在里面添加一些松素皮 比较小颗粒的松素皮 还要添加在里面 好呢 在里面再添加部分的这种养分 就是风干好的养分 纯养分 而且这种养分呢 可以调节毒氧的纤维素的 对这个毒氧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的 不烧根不烧苗 对这个毒氧不板结的 咱们可以适当的添加一部分进去 混合一起摘种就可以了 大概呢 就是六份卖饭食 四份羊分 四份松素皮 然后呢 直接给它混泡 进行摘种就可以了 最好呢 底部给它垫一些桃粒 大概垫到一部分的桃粒就可以了 因为桃粒呢 它这个排水作用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适当的垫一些桃粒 到底部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是直接混泡 进行摘种兰花就可以了 这样呢养分更加的充足 就不会缺乏养分 会影响它正常的生长了 损连单单用卖饭食 摘种兰花是不可行的啊 一定要在里面添加少量的养分 去比较好的 不然的话 很难让它扶盆生长的 一定要记住就得了啊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 下期再见 见